凉凉孙丽的演技自然没得说,最近又因为和老公邓超一起出演的影再次得到影证,影片中几乎素颜出镜的孙丽却不是风采,让人印象深刻。 曾几何时,娱乐圈的明星传出绯闻最常见的用词是音细生情,然而最近这流行风潮似乎有点变了,现在流行夫妻搭档一起演戏,有了感情之后这戏自然就更得好看了。 张一谋的水墨影是个名利,影中邓超依然奔饰两脚,将等世间运筹为欧,得自愚的自负与才一展现无疑,又将静周在爱恨中交之矛盾,也经意的复杂感情演绎得如是如醉,当然,孙丽也不可小觑,和一真一脚两个老公,同时在剧中爱恋。 他饰演的小爱不是粉蛋,足够坚韧却又无比动人,应该说是邓超和孙丽的默契搭档成就了影,当然影在一定意义上演完就了邓超和孙丽搭档在电影界的名声。 古装剧苏莫尔传奇,钟言一宽,和妻子杜若曦也是合体出演,古装美男言一宽,也算是娱乐圈的老人了,可惜因为他多次发言,不甚高的名声不是很好,而他和妻子杜若曦虽然感情不错,但因为结婚,生子的风波,但很多网友也表示严烦,此次合体出演的苏莫尔传奇,也有点悔三观。 原来多尔果爱恋多年的不是大鱼儿,而是苏莫尔,这种不讨好的制设,不知道是否能靠着对于乐圈靠力来挽回。 江南的《邪不牙正中》,自导自演的他在世中饰演的是李天然,彭于燕是他爹,而他现实中的妻子周远,则给彭于燕做了情人。 在《邪不牙正中》周远饰演的关小红,是个大隐隐喻式的金国烈女,别看表面上的他只是个裁缝也已经结婚生死,但因为丈夫不支持的他的复仇计划,他依然抛下妻子独自为父报仇。 并和李天然一起最终实现了复仇梦,江南的片子总是会加很多疑郁,读得懂的人爱得不由自主,也总会有人对此不感冒。 但用周远做女主,似乎是江南很多时候的坚持,江南的脑子加周远的风韵和演技,总能让人有更多期待。 同时导演,贾张哥没有选择和妻子一起出演电影,但他也没发现对夫妻感情的诠释。 在《星天江湖儿女》中,他让妻子赵涛出演女主角和影帝两版搭戏,而演技成熟的赵涛也没让观众失望。 江湖儿女却是不枉期待,贾张哥用了这一部电影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那些彼此的伤害,以及人们在折出金钱, 权利,欲望过程中的自我迷失,谁能将她想表现的这些全是明白,毫无疑问左边人妻子可能是最懂她的人,虽然没有对戏,但是一到一眼间的默契也足以看出两个人的感情了。 在小边看来,因戏生情固然是缘分之然,但爱情若是酒超时,所有的情爱都化作生活中点滴的默契和陪伴, 这样唱酒培养下来的感情延续在剧中,并通过角色诠释出来似乎更有韵味, 期待这些明星夫妻接下来更好的作品,满想花丽。